美国时代杂志公布了年度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大人物 容登榜单的女性多达41位创下历史记录 包括美国联准会第一位女主席叶伦和流行天后碧昂斯 不过也许会让您讶异的是反派角色也入围了 美国流行天后碧昂斯再度榜上有名并登上时代杂志封面 除此之外她有很多出色女性入围 如通用汽车公司首席执行官巴拉 德国总理梅克尔 智利女总统密雪儿巴契莱 年仅16岁为巴基斯坦女性受教权发声的马拉拉 而在男性入围者名单当中 也离不开像包含欧巴马 古今 安倍晋三等政界人物 不过如果在名单中看到像是北韩独裁者金正恩 恐怖分子阿布杜阿 谢闭者史诺登的名字也不必感到惊讶 非凡的影响造就非凡的结果 说好是坏 就看善恶之间怎么去抉择